中央第三列山系 富山山系之首座山 叫做敖岸山 山南面多出产福玉 山北面多出产者石 黄金 天神熏驰住在这里 这座山还常常生出美玉来 从山上向北 可以望见奔腾的黄河和葱玉的丛林 它们的形状好像是茜草和菊柳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一般的白鹿 却长着四只脚 名称是腐猪 在哪个地方出现 那里就会发生水灾 在网东石里 有一座青药山 确实是天地的密都 从青药山上向北 可以望见黄河的弯曲处 这里有许多野鹅 从青药山向南 可以望见善主 是大雨的父亲滚 变化成为黄雄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蜗牛 葡萄 山神武罗掌管着这里 这位山神的形貌 是人的面孔 却浑身长着豹子一样的斑纹 细小的腰身 洁白的牙齿 而且耳朵上穿挂着金银环 发出的声音像玉石碰鸡作响 这座青药山 是以女子居住 枕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黄河 山中有一种禽鸟 名称是鸟 形状像野鸭子 青色的身子 却是浅红色的眼睛 伸红色的尾巴 吃了它的肉 就能使人多生孩子 山中生长着一种草 形状像蓝草 却是四方形的 金干黄色的花朵 红色的果实 根不像稿本的根 名称是寻草 服用它就能使人的肤色 洁白漂亮 在网东石里 有一座龟山 山上盛产味道甜美的枣子 山北阴面还盛产浮育 正回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北流入黄河 水中生长着许多飞鱼 形状像小猪 却浑身是红色斑纹 吃了它的肉 就能使人不怕打雷 还可以劈兵器 在网东寺石里 有一座宜苏山 山上有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山下有繁茂的曼京 雍雍水从这座山流出 然后向北流入黄河 水中有很多黄色的背 在网东二石里 有一座河山 山上不生长花草树木 而到处是窑 碧一类的美玉 确实是黄河中的九条水源 所汇聚的地方 这座山盘旋回转了五层 有九条水从这里发源 然后汇合起来向北流入黄河 水中有很多仓域 吉神太冯主管这座山 它的形貌像人鹊长着虎一样的尾巴 喜欢住在富山向阳的南面 出入时都有闪光 太冯这位吉神能兴起风云 总计富山山系之首尾 自熬岸山起到河山止 一共五座山 途经四百四十里 祭祀诸山山神 太冯 熏池 五罗三位神 都是把一只公羊劈开来祭祀 四神的玉器要用给玉 其余二位山神 是用一只攻击陷阱后 埋入地下 四神的米用盗米 三十里 十里 四神的玉器要用给玉器